终于等到你 火箭球迷终于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 火箭官方正式宣布安东尼已经加盲球队 据悉这是一份一年240万美金的老将底薪合约 不过这都不是事 老鹰要付给安东尼2550万美金的合同买断金 随后不久 火箭公推又喊安东尼和莫雷签约一幕 就这样 钱瓜终于来到了休斯顿火箭 而莫雷真不愧为联盟最佳总经理 陪家人旅游也不耽误工作 然后保罗赛图巴推 欢迎你 我的兄弟 火箭家我爱你手势 哈登软退病之言 让我们开发吧 不得不说 哈登这话说 资金这么直接 闲话上说 来的就是干 既然火箭已经引用安东尼 那么问题来了 安东尼到底是打首发还是替补出战呢 对于这个问题 德川接受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 德川采访消息原得安东尼 我不确定是否会让安东尼首发 还是让他打替补 不过我们曾在第一次会面时谈过这个问题 安东尼对于任何角色都持开放态度 为了击败那只很可能是NBA历史最好的球队 有时安东尼和我们之间是不谋而合的 目前安东尼是协议唯一一位常规赛出战以前厂价去从未替补过的球员 而且自从1981到1982赛季以来 36年间也就仅有安东尼一人做到过詹姆斯生涯 仅有一场替补出战 因为往来瞧 如今安东尼已经加盟火箭 格帅已经表态不确定安东尼能否首发 这意味着安东尼从未替补的神迹有可能引用日而终结 说实在的 要是安东尼改变角色替补出战 能帮助火箭击败勇士 终结这神迹也是值得的 如今火箭已经及其死亡武剧团 就凭着团部 火箭绝对要要打全联盟的节奏 期待新赛季的火箭 武剧团强势来袭